贺色片《八星报席》举行大型探班 老板黄柏宁带领一众演员包括甄子丹和吴君如 古天乐和陈慧玲 杜文泽和熊带玲 杨幂 吴千宇和刘子谦 成双成对的出场与媒体见面 打头阵的甄子丹和吴君如在造型上最引人眼球 甄子丹一副摇滚歌手模样 而吴君如就大秀事业线 更在与甄子丹合照时拼命用上围挨着对方 看上去貌似是个有料之人 吴君如不会沿在戏里面的造型 刻意模仿玉女掌门人周慧敏 可是模仿归模仿 梦想跟现实始终存在距离 当然戏里面那个性格完全不是他 所以就只是外形很想模仿他 所以我就 其实每一次开工我就用了好多时间 去弄那个事业建筑了 好惨 为什么 好惨啊 今天一早上已经弄了好几次都弄不到我 我想那个效果 但是后来因为用了好多道具 所以真的没身材就不要要弄要好身材 所以很羡慕他 谷天乐与陈慧玲也被凑成一对 但是相对于吴君如的自我满足 谷天乐和陈慧玲就互动得多 在戏中饰演地盘工人的谷天乐 成为了饰演摄影师的陈慧玲的全裸模特 让凯莉在拍摄现场大饱眼福 可怜谷天乐已经面红而赤 我第一天拍的时候我真的自己有一点尴尬 因为没有想到 因为一开始一天跟凯莉合作 我以为拍另外一些事吧 没有可能第一天就要求我把所有衣服脱光 在新疆走来爱走去拍 因为我连续拍了11天的时间 其实拍到第三天的时候 他有给我一件衣服穿 但是那个时候不许再拍戏 在收集的时候我已经开始不习惯 为什么给我穿衣服 我觉得好像不穿衣服会好一点 所以我自己开始的时候有一点尴尬 但是后来没有 见过谷仔这么具有专业精神 陈慧玲也老实不客气 除了名正言顺的对谷仔平头品足之外 他还自爆曾经试过用笔尖测试过谷仔的肌肉 是不是货真价实 让谷仔有点无地自容 我就因为第一次跟谷仔合作 然后第一天跟他合作 他上衣没有穿 OK有一点点尴尬 然后第二天 裤子没有穿了 然后第三天全身都不穿衣服 只是穿一个肉色的那种短裤 所以现在他穿了衣服 我觉得不好看不习惯 因为细的需要 真的需要尝尝看着他的body 而且不只是看 要很仔细的去看每一个muscle 对 所以他身上哪一个部分有毛啊 哪一个部分有脱皮啊还是什么 我都一清二楚 对 可以问我 嗯我知道 而首次出演港产喜剧的杨幂 虽然当天风头被抢得几乎一干二净 但是非常懂得帮自己做新闻的他 也尝试在群访中突围而出 这次很开心 然后因为大家都很照顾我 那这次 在戏里面有穿比基尼的造型 还有跳燕舞的 是之前都没有过的经历 所以其实还 我也自己挺期待 片子出来会是什么样 因为我自己都没见过自己那样 呵呵 搜狐视频娱乐报报香港报道 这次都没 thin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